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八九年你仍然是有一種對回歸的一種焦路 所以你看到天安門 你發覺有很多人聚集起來 希望政權或者政府 回應人民對民主的訴求 你覺得是關我們事的 因為我們有一天 我們都會變成他們一樣 當日不少的同路人 今日已經分道揚鑣 黃耀明說正常不過 我想這個就是人生 這個就是人性 是會這樣的 人亦都會變 他們都有權利去改變 我沒有變 那件事對人道主義 對人道主義 是一個很大的傷害 而那個傷害 那個政權是從來 沒有做過任何事情 去修補 或者去賭協 你覺得會不會再有這個機會 整個演藝界會 循來就著一個 這樣的性質的事出來表達 我想大家心裏都有一個答案 黃耀明近來推出了一首新歌 希望透過流行曲 繼續將平反六四的聲音傳開 回憶即使有罪 回憶有罪 說話講話都是有罪 思想都是有罪 在某個程度上 現在比那個時候還壞 其實是 我自己相信 就是脈極必反 總是會有轉過來的一天 我不敢去預計任何事情 我只可以說 如果我們有相同理念相同價值觀的人 我們繼續能夠站在一起 繼續團結的時候 今天未必平反到 或者今天未必改變到 那個現狀 但是我們仍然可以抵抗著 我們曾經是團結過的 我想我們也有失望過的時候 這個是人之常情 每個人都需要休息 但我覺得休息過後 我覺得 我們在對的時候 我們應該要再團結一起